沿城警分局七弦路派一所前日當晚接獲禮法店店員報案 陳原城區五福四路與賴南街口有一名走私女童 員警獲發後立即趕步現場 經了解女童當時與哥哥在賴南街玩捉迷場 但許久女童因找不到哥哥而在路上大呼 店員稅陪同女童自巡邏車上 與員警一同於周邊找尋其住宿 約15分鐘後 所內同仁接獲一名新姓男子報案 詢問所內有無一名五歲走私兒童 員警直覺與剛才民眾報案之走私女童因為同一人 隨後已無限電呼叫員警返回派遇所 最後父親看到女兒安全無語後才放下心中大使 沿城分局呼籲 家長平常應建立孩童自我保護意識 平時應教育孩童走私後應往電力商店等公共場所求助 民眾如遇到疑似走私兒童 即可拨打110請警方協助 改善警部 也請您咨擾 遇到疑似走私 馬尼